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根据媒体消息 截至目前,俄罗斯圣米德堡一家法院 已宣布扣押了三家西方银行 共7亿多欧元的资产 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及其俄罗斯子公司 价值2.38亿欧元的资产 包括证券、不动产和账户资金 意大利预期银行资产折合4.63亿欧元 德国商业银行资产金额目前不强 这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促使大多数国际银行撤出或关闭 在俄业务以来 俄方主动对西方银行采取的行动 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欧美正将已经冻结的俄罗斯 在欧美资产用于支持乌克兰 其中包括冻结资产产生的利润 和直接把冻结资产 划转给乌克兰进行战争重建两种方式 二是,近期德意志等国 加大了原物的力度 大俄有点吃不消了 进行报复 此前欧洲央行已通知 在俄罗斯仍有业务的欧元区银行 采取措施加快执行 撤离俄罗斯计划 战争已经进行两年多了 一些金融企业老板还没有反过来 也是有点迟钝 俄军再次对乌方民用目标进行轰炸 半岛电视台发消息说 俄军轰炸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边缘的一处繁忙的湖滨度假圣地 并袭击了周边地区的村庄 又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简单回顾一下 19日晚上,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使用了美方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摧毁了俄军黑海舰队部署在克里米亚的最后一艘导弹艇 该消息已得到了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莱腾丘克的确认 克里米亚风小组发布的接警图像显示 5月20日塞瓦斯托布尔的军事海滨以及齐克龙导弹艇 没有出现在它的正常细波处 独立的天体新闻平台报道说 齐克龙停泊的码头被三枚陆军战术导弹击中 造成6名舰上人员死亡,11人受伤 被乌军摧毁的导弹艇是22800型导弹会舰 排水量为800吨 该舰是俄方最新的战舰之一 在2023年8月才交付给黑海舰队 该舰最大的船员编制为70名人 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口径巡航导弹 这是俄军自2002年 10月起用来轰炸乌克兰境内的主要导弹之一 乌军继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战略目标 5月20日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地区 用来运输俄军装备的多节火车脱轨了 同一天在莫斯科东北约1500公里的波炉诺奇诺耶 也有列车脱轨 虽然乌方没有表态但基本可以估计这与乌方特攻有关 5月21日凌晨在马里乌布尔卢干斯克和克里米亚等 俄军控制地区再次响起了警报 媒体称这是乌军继续发起攻击的原因 今天有个媒体消息很重要 可能会影响战争的进程 现在分享给大家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5月20日在向波罗的海地区论坛与会者致辞时表示 乌方意识到战争将通过谈判结束 利特维年科说乌克兰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将通过谈判结束 这就是泽连斯基总统的和平方案已经判定并正在推广的原因 2024年6月在瑞士举行和平峰会也将讨论这个和平方案 泽连斯基的发言人谢尔西尼基弗罗夫也表示 将于6月15日至16日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与会者将制定乌克兰的联合谈判立场 并将其提交给俄罗斯 目前泽连斯基的和平方案得到了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乌克兰准备在瑞士和平峰会推广这个方案 估计将会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 俄罗斯方面目前已表示不排斥谈判 但称乌克兰必须接受现在的战线和实际控制前 所以可以往谈判及和平方面想战争的发展了 下月是重头戏 一是F16进场参战 二是克里米亚之战进入关键的领域 三是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 将在国际社会上讨论 并将通过相关内容 而俄方所说的现在的战线和实际控制线 大概率也将会发生变化 而且还有一点 未来的实际控制线 极有可能会朝着乌方想要的结果发展 不妨继续关注看看 继续介绍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与援助消息 5月20日 爱沙尼亚总理卡甲 卡拉斯城一些国家 已经派遣了教官前往乌克兰训练乌克兰军队 他说 如果盟友帮助乌克兰领土上训练乌克兰士兵 不会有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卡拉斯还说 不能相信俄罗斯的宣传 真正要与北约开战 他们也不需要借口 无论我们做什么 如果他们想要攻击 他们就会攻击 应该承认 爱沙尼亚女总理 比很多欧美男领导人更有见识 2.5月21日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抵达了乌克兰基辅 进行访问 他说到 我们的支持 直根于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的坚定信念 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国家一起 德国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 贝尔伯克还表示 因乌克兰迫切的需要防空系统 德国已发起了一项全球倡议 并已筹集到近10亿欧元 用于为乌防空部队提供额外支持 3.西班牙将于6月底 向乌克兰交付第二批暴时坦克 还有155毫米火炮弹药 新一批的防空导弹 反无人机系统等装备 4.荷兰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的 YPR765装甲车 数量没透露 5.卢森堡表示 将向乌克兰已经交付520万欧元的IT设备 6.奥地利宣布将向乌克兰拨款500万欧元 恢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7.七国集团正在考虑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自查 向乌克兰提供300亿欧元贷款 8.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称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保护其国家 直到俄罗斯撤军 9.5月20日 第22次拉姆士泰因会议召开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 自战争开始以来 盟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价值950亿美元的武器 10.5月21日 欧盟理事会批准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 应税超额利润的收益转移至乌克兰 据悉 以冻结的俄资产每年将产生约30亿欧元收入 预计收入的90%将用于军事目的 以支持乌克兰的国防 10%将用于乌克兰的恢复和重建 之前的5月8日 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已批准了这一提 11.5月21日 有媒体称 美国可能在本周宣布新的军事援助计划 美国计划恢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老计划 即每两周宣布一次援助计划 12.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接受美体采访时再次表示 北约协助击落乌克兰上空的俄罗斯导弹 不会让北约卷入战程 他还强调正寻求使用援助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以下介绍前线最新战况 哈尔科夫军政管理机构宣布 乌克兰军队现在控制着 沃夫昌斯克约60%的地区 但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中 我们不断的遭受攻击 俄军则继续进攻 主要攻击利普齐 沃夫昌斯克以及沃夫昌斯克左右两翼 俄军试图攻占沃夫昌斯克 但该是约60%的地区 仍有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 哈尔科夫前线 乌军继续在沃夫昌斯克附近实施反击 乌军主动攻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俄军指挥所 有八名俄方车臣士兵被击毙 其中一名是埃利·穆拉多夫 他是车臣精锐特种部队阿赫马特成员 据称目前攻占沃夫昌斯克和利普西这两个城镇 仍然是俄军在哈尔科夫的主要目标 特别是沃夫昌斯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表示 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击有所放缓 但是敌军继续试图突破我们在沃夫昌斯克 斯塔雷奇亚和利普齐附近的防御 俄罗斯国防部早些时候声称 已经占领了斯塔雷奇亚 并且表示其部队继续向敌方防御纵身 推进对此乌方予以了否认 乌克兰军事记者伯克丹梅罗什尼科夫报道说 俄军尚未抵达主防线 我们的士兵正在竭尽全力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俄罗斯军队在利普齐方向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 但随着乌军在俄军左翼发起反击 俄军被迫后撤 谈成沃夫昌斯克的局势正在好转 俄军的前进速度越来越慢 俄军已经动用了分配到沃夫昌斯克兵力的75% 天空新闻透露 乌克兰军队正在向哈尔科夫地区秘密的增兵 以防范俄罗斯军队可能的西轮进攻 一位曾在库平安斯克作战的乌军士兵 证实了乌军部队调动的消息 乌克兰军情总局局长认为 战场局势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俄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会再继续三四天 战线就会稳定下来 乌军会将俄军再次赶出边境线 相比哈尔科夫现在的东巴斯地区 尤其是此前激烈战斗的恰奇夫亚尔 俄军的进攻已经被压制过去一天 俄军在进攻中出动了2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掩护 这些进攻均被击退了 还被全部赶出恰奇夫亚尔 一些与主力脱离的俄军士兵又被乌军俘虏 阿弗迪布卡前线 乌军第100机械化旅的无人机部队 摧毁了俄军一个基地 最近俄军将重心放到哈尔科夫 阿弗迪布卡方向的攻势已经放缓了 卢干斯克前线一天来 乌军发动在比洛格利夫卡战场发起反攻 也在该镇北方的西普利夫山丘附近 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俄军试图利用FPV无人机夺回高地 但未能成功 扎布罗尔前线乌军发言人再次表示 俄军已经被赶出了罗伯蒂尼 过去一个星期 俄罗斯人一再宣称他们打下了罗伯蒂尼 就像当初他们曾经不少于50次宣称 占领了波帕斯纳 然而真的没有 乌防21日发布的最新战报说 过去一天乌军新兼敌1380人 同时摧毁俄军坦克15辆 装甲车34辆 火炮42门 火箭炮S5 防空系统4套 无人机54架 巡航导弹2枚 军车72辆 特种设备6套 俄军又度过了损失惨重的一天 截至5月21日 俄军共计损失49万5070人 有人问到一个问题 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 地盘最大的国家 为何还把所谓的开疆拓土 作为其对外策略 这是因为这类国家的统治团体 所秉持的理念仍停落在远古时代 还没有与现代文明接轨 他们主要还在奉行丛林法策 主张弱入墙时 以强凌弱 自以为只有这么做才是代表自己强大 殊不知这是多么落后的理念 普京曾在就任俄总统时宣称 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 虽然他当时没有说何为强大 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 已经告诉人们了 丛林既是指原始社会 到处临忙野地 野兽虫蛇出没 人类生存艰难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们彼此间互相的厮杀 战乱不断 毫无安全保障 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意外 或战乱夺取生命 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们 普遍处于愚昧麻木的状态 没有文明 没有契约 没有底线 人们只信奉逝者生存 互相打打杀杀 彼此抢夺不停 这就是低级野蛮社会的主要特征 像这样的强大要他作甚的 俄系国家之所以奉行这种理念 是其思维 其认知 其人生信条 还停留在最低级的社会阶段 他们认为 强者为王 不管通过何种方式 只要自己强于别人了 就可以替别人做主 天下的一切都要归于主公所有 通过强占别国领土和人口 让主公获得更多的奴仆 美女 更多土地上的资源 如石油 天然气 粮食等 主公享受了就等于奴仆们也享受了 或者主公享受了奴仆看一眼或听一下就美滋滋 激动的睡不着觉 在那些奴仆的心中 主公的荣耀似乎就是自己荣耀一般 还要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 而他自己的命不值一问 实际上主公的荣耀和享受与一般人无关 甚至保眼妇的机会都不会有 说到底 作为奴仆是挺可怜的 尤其是他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 在现代发达国家 有这种思维和理念的人 是没有市场的 是会被人耻笑的 打个比方 假如有一天 某国人想把国家送给美国 美国可能会拒绝接抽 因为要把某国变成自己的地盘 这只有野蛮人才干得出来 同时某个国加入后 还需要各种的经济投入 这是会拖累自己的 美国的老百姓也不会同意这么干 总统或国会又不敢违背民意这么干 所以文明与野蛮 高级文明与低级文明的区别是很明显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的节目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上有你们